美国副国务卿社曼访华前夕 中国一反常态 在中美会谈前宣布反制措施 在中美会谈前宣布反制措施 分析指 中国对美外交策略已有所转变 面对美国主动施压直接还击 相信未来中美互动将会由此形成新常态 中美在美国副国务卿社曼访华前夕再度交锋 中国首度引用反外国制裁法 对美国前商务部长罗斯等7个美国人员 及实体实施反制裁措施 让即将在天津举行的新一轮中美会谈 会前加火药微 新加坡联合华报引述分析指 中国这次一反常态 在会前宣布反制措施 显示它对美外交策略已有所转变 面对美国主动施压直接还击 同时也不再坚持以往 双边对话前营造友好氛围的做法 相信未来中美互动将会由此形成新常态 但分析亦预期中美之间的这种 该打就打 该谈就谈的新模式 不会对天津会谈气氛 以及两国今后合作造成实质性影响 美国财政部今月16日宣布 对香港中联办七个副主任实施制裁 美国国务院、商务部和国土安全部 同日也向企业发出公告 清除北京加强对港控制 在港美企将会面对信誉以至是法律风险 分析认为会谈前对华斯压是美国惯用的老套路 中国这次选择会前反击 显示外交系统已经摸到并适应美国的套路 外界预料天津会谈上 中美交锋在所难免 但有学者预期 中美仍然有可能取得一些积极成效 包括未来两国交往互动可能会扩大 层面亦会提升 中美在改善双边外交人员 以及机构工作条件、气候变化 亚富汗、伊朗以及北韩等问题上 亦都可能展开合作 有分析指 这次中美高官在天津会谈 和3月阿拉斯加会谈会前的紧张气氛相近 美国目前在中美关系中 仍然掌握主动权 打压和对话同步进行 已经成为他们处理对华关系的常态 好了,节目时间到这里 多谢收看 下期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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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期见